欢迎大家来到丰严雅序 艺术家蓝正辉先生是重水墨的开拓者 作品融合缜密的结构意识与宏大的体量 拓展了中国水墨的表现力度与张力 营造出具有东方韵律的强大气场 保留并强化了水墨的精神内核 丰严雅序公元2023年9月15日 重水墨讲座二之二 蓝正辉的视觉审美 艺术家蓝正辉老师主讲 蓝老师请开讲 谢谢您 谢谢您 大家好 现在我是在美国的马省西部 这边的East Over 我们有一个东来艺术空间 我的这个展览 前面这个展览就在这里做的 我是这个礼拜从加拿大又回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做第二场直播 今天我们主要是连续上面的一些话题 然后深入的挖掘一下 一些没展开的 大概有几个方面 我们一个一个往下看 第一个话题来就是符号 以结构大点 这个是我在上次在里面谈到这个事情 一旦而过 就我们今天可以深入的聊一下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是我今天大水墨的最重要的基础 我用了20年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积淀到的东西呢 主要就是我一张一张一幅一幅的 这些展开的这些展开的符号 所以我可以这次可以做的详细点 那么这个右上角 这个地方 这一片方向你们侧着看的时候 这有个叫25个节 这是我记得是我第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当时去一个地方等朋友 然后他没有来 我就在等他 我就比较着急 我就头脑赚得很快 我就把拿了一张纸 然后画了一条线 然后打了25个节 从这一开始 我发觉我好像头脑里有很多话要说 有很多碰撞要去做 所以我就不停的去演绎这个事情 那么就慢慢就展开了 展开了这个的 这个系统的一个推进 这个地方 1992年 这个秩序不是这个 实际上我最开始是从85年 86年开始做的 这个是92年2月16号 这个有个小题目叫放射 放射 其实是一个 我是用了放射状的四根线条 我把它叫放射 然后这样来做的 那么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是有一个母型 就是这四根线条 然后每一个符号 每一个用了不同的处理办法 去对它进行扩展 变异 变异 美化 加减 把它赋予它有意义一点 或者把它赋予它有趣味一点 那我当时我也谈过 我是有三个指标 三个要求 不能搞得太复杂了 每一个要尽量简单 第二个要它们发生冲突 产生美感 第三个我这样做了 就不能再这样做 我要做下一个的时候 要颠覆这个方法 我有没有其他办法来产生美 这三个指标 我到现在为止 还是觉得非常棒 这三个指标 使得我可控 我可控的把我这个系统推进下去 又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一些 基本的火花 基本的碰撞 我上次说到康林斯基的一些话语 对我有所启发 所以我就觉得 这种东西是现当代 特别现代 在做抽象这一块 做冷抽象 做热抽象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 有大量的修炼 我估计我们处理画面的能力 就会加强 所以我觉得 我这样是可以去 吹领我的头脑 那么这里边 你看每一个符号 每一个 后来原来我不是叫符号 其实我觉得符号 这个提法不准确 但2003年以后 我看到德国教授 做那本符号大典以后 它是可解读的叫符号 如果我这里面很多结构 是人类可能第一次它吃到 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东西 第一次摸到这样的东西 来扩展 那么我觉得不应该叫符号 可能应该叫结构 所以我把它 这个外延的东西 我觉得是结构 这个符号外延的 这个结构的一个大点 这个东西是 其实是非常有用 我上次谈到 有很多做创作的人 他们说 这个是很好看的一些图形 很美 因为每一个图形 其实就是个思维方法 我记得我们读 美院何达鹏老师 跟我们讲的一个标志设计 就谈这个问题 一个标志设计 就是一个思维方法 那么我们有一万个标志 就有一万种思维方法 可见我们的人类 有丰富的创造性 所以我从这里 得到很多启发 然后我是这样去做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里边我也是写点字 在上面你看 这个写的是 闪耀统一 板思分化 然后这儿我写了一个 我认识到的一个 我的蓝室的书法 你看我这样写的长城 我不知道 我们这里边 可能有些 有些老师 可能是搞书法的 我这样写 这个长城可以吗 我不知道 你看这个信 信花春的信 我如果说 把这笔拉短一点 在中间留个空位 跟下面这个实位 形成两个对比 我觉得这个的美感 比我们这个信 的美感要强 要强很多 所以我就在审视 我们的书法 我们的购置 后来购置以后 为了方便以后 很多形象是丢掉了 丢掉以后 咱怎么简化 怎么简化成一个 就没有你这个文化的人 他都能够看得懂 我尝试做过很多 这方面的书法的扩展 就是用这个思路 去拍一声的 然后你看 这里有个他 这个他这笔 写到外面来了 非常有意思 这里面很多都能够 看得出一些字的痕迹 这里我写的是 形是抽象的 而关系是具体的 而现实的 而关系是现实的 也是具体的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们在谈结构的时候 我觉得我归了两个字 结构的本质是关系 当然跟那个建筑里面的什么 结构建不一样 结构建它指某一个建 它起某种功能 而我这里的结构讲的是 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的关系 这个门多大 这个窗户多大 这里晋升多大 那么这里面的关系 是一层套一层大的 按照我们刘耀春老师说法 叫大结构套小结构 很多东西 我有一次到中央美院去 我有朋友他们在那里进修 说你来看一下我的那个作业 他们做了很多机理 全部是小结构 我说你们的大结构 怎么没有大结构 他说什么是大结构 他们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去问王端平 我说我们的结构教授有吗 我说专门研究结构的教授有吗 他说没听说过有结构教授 可能各个学科里边 有相对靠近结构的人 但是这个结构 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 是一个很综合的 不只是说三大构成 我们学设计的人 就是学三大构成 这是结构的一部分 很多方面面产生结构 所以这个结构意识这方面 我算是做的比较多一些 我很呼吁就是我们中国 这个结构意识这块 要加强而不是削弱 因为当代艺术出来以后 我们很多东西 基础的东西都会削弱 就去一味去追求 所谓的很高深的思想 但是你怎么表达 你的高深思想 这又是个问题 在那次上次主席给我说 中国人中道我不中气 我要干革命 他怎么干好革命 这就是要讲究的 这是气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的这个扯重 是这个又讲得比较开 你看这是89年5月14号 这里边 我这里边的就是一个 一个基本形里边 你看这个是个串子 我写了很多这种 带像字的东西 这就顺便得到了一些 得到了一些 因为我在唯一结构的时候 我可能会 你看这里个什么巨大 产生一些类似书法的 重新结构的 我上次举了个例 我说命运的命一片 这边一片 这里边是一横一个口 这边一个包二 一点都没有形象化的意思 我觉得不好看的 我说命是这样写 一片一片 然后一横两横三横四横五横六横 就把它打一点小点 远远处处的 就是好像人命运不可知 我觉得这样写的命 可能更像命 更能够理解 我不是说我要 让外探口的人来理解 那么我这是试图 做朱志峰的努力 所以你看这里写的是 制造矛盾解决矛盾 尝试化 然后我这次都是我二十几岁 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做的事情 从那时候开始 八五八六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最后是平行的 大概在88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再画表现 所以这都是在平行 然后在色彩是在平行 因为我喜欢做平行的事情 这套符号系统 我大概做到了2003年左右 最后我一个基本型 我可以展开大概200个 就颠覆性的这种结构 但最后我的头脑就爆炸一样 很不行 很受不了 所以我怕我和姥姥 再挂弄坏了 我就把这个停下 后来就投入到这个表现的 这个体量里边去了 但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我的一个作业本 纽约有大厂家 想收藏这一块 亚洲文献也想要我这个东西 我说这个我都没做完 这个作业 我说等我 我最终目的还想把它出版 我真的想 看有机缘的时候 我不知道在哪里出版 怎么出版 我想的话 这个东西 因为有一次我给 我跟那个杨志光的 我跟他讲 我说我这个符号怎么样 他说你看你这画画 你这个画抽象 画得这么认真 我们抽象很简单 抽象很容易 随便画几笔 特别表现这块 我想怎么画怎么画 对吧 用不着这样 好像去思考这种理性的 这种结构性的东西 他感到很吃惊 觉得我 我说我早年做了这种事情 可能 好 我们结构就谈到这一部分 所以结构这块 不好这块 我总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 我觉得应该重视这块 特别你想表现 你想豪放 越想豪放 你越是要 内在要有东西 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点我想讲一下 艺术教育 就是我和教育的这个关系 有很多人其实对我比较了解 我是从重庆大学出来的 其实后来他们说 你其实不应该出来 你很适合当老师 没必 或许吧 我也不太知道 我去重庆大学 我们我教了一个班 是完整 从一年级开始教的 然后很多学科建设 我去给他们做很多学科建设 然后把美院的很多这种 因为美院跟重庆大学很近 很多东西 好东西都拿过来 他们看的寿苗 是庞华棍的寿苗 是庞华棍的近物 所以这位学生 他们的理工科技术非常好 外语非常棒 很聪明 这些孩子都很可爱 然后他们再加上一些 感性的艺术的 这样的熏陶和强化 我跟他们讲审美 讲很多这方面的 美院的很多 这种感性的这种体系 加进来以后 这一届学生非常优秀 非常优秀 后来成了这个美院 可能那十几年里边 很突出的一个班吧 那这里边我举了个例子 这叫罗城 我们班的非常优秀 在深圳开了一个大设计公司 最多的时候 设计师都上千人 非常棒 所以我觉得艺术 怎么去 启发学生的这种创造力 和采划 他们实际上 他们是有的 他们头脑中 只是我们要 我们老师要去 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次我 大概19年的时候 我回重大 1918年 我们重大的90周年校庆 我回去了 我就还见到很多 很多这些 原来的那些同事 老师 这些 因为我很早就出来 我92年93年 我就离开重庆大训 这样子 当然我对教学 对这方面的东西 还是蛮有想法和东西 因为我们工作时间 最近在安排 说 难道是你应该 可能 我们可能下一步 可能想在国内 我想到建筑学院 建筑学院当时 我考建院 建院没有要我 但是我的文化 我的分可能是不太够 然后 我很想回家 到建筑学院 去跟他们讲结构关系 因为有一次 他们有人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 问我一些看法 或者有些东西的时候 我跟他动手改几下 我觉得非常有感觉 非常有感觉 因为我觉得 这种大大的 这种修为 其实是相通的 他没有说是 这是我16年 16年还是15年 我到 在美国 寻讲 这个是在 我们在 现在 Ruber Family Museum 美术馆 讲过一次 然后又在 迈阿密大学 讲 这个是在 马里兰 美术学院 跟他们的研究生 讲 我谈到我这套系统 我谈到我这套系统 他们的学生也非常感兴趣 他说这是不是中国 本身我是这个可能 不只是中国的 可能应该是更 更泛的 有我当我是中国人 我可能有中国的元素 有很多 摆脱不了的 但是其实是更泛气的 这就是我在跟他们同学老师讲课 然后的一些情况 这个是 这个是 Ruber太太 非常好的一个 这边是一个 这边是 这个他们大学的教授 他们大学 他们那个设计和 史伦系的一批教授 这个是我在中文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我回到加拿大 他们要来采访我 然后我去跟他们讲 因为这些 我觉得这种普及式的东西 跟大众焦虑的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 包括这一次 这个 我们这个平台来说 那请我讲 我还是说那好 我还是答应我说 应该跟这个大众 跟这个社会来多交流 这个是 一个舞蹈家 在我的一个画室里面 跳舞 他们有专门派来 拍摄他的 这个是 一个小朋友画的 他36岁自杀 加拿大 现在被炒得非常热火的 叫王俊杰 其实他是我的学生 可能你们听到 觉得一下就懵了 为什么 他是可能吗 他这样 他是加拿大出生 然后他爸爸妈妈 回流香港 然后他们到中山做生意 我的画室 有个画室在中山 最后他在 13年的时候 到我们这个 吹亨 艺术区来 画画 他是一个 他其实是上过大学的 但是他头脑吧 刚才有他的形象 但是我现在找不到 这张照片在哪里 现在 卖到 大概人民币 两三千万吧 一张 就是一个奇迹一样的 好像一个闪光的 号称东方的 中国的 华裔的繁高 他当时在这里学 13年开始学 好像 大概15年 15年 16年 我回到我们 那个艺术区去以后 我看到 他那个桌子上 摆到他的一些画 然后 艺术区的这个 赵村长 就是给他做个展览 就问他有什么想法 他说 我想请蓝老师 帮我 写个前演 我们那个艺术区 很多 很多老先生 很多这个 很多有自力的老师 他点名要我 他就非常喜欢我的东西 他在中国 唯一做了一个展览 就是在 翠恨美术馆 做了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 前演是我写的 写完以后 他也把它 印到一个册子 他唯一出的一本册子 车子 然后这个车子里面 有他的这个线索 我现在其实也没有 后来别人说 你为什么 不要一张他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 他会爆发式的 这样 当然我也理解 就是说 他死了以后 就好像原子被抹掉了 原子被抹掉 变成原子弹 那个力量很大的 你们怎么炒作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有的时候 过分也是很头疼 所以 后来他就回了美国 18年 我到了美国 他还跟我有个通话 通话 他就是对很多事 分分不平 他就喜欢艺术 是画画 老跟别人吵架 很多价值观 都跟别人不一样 我写他的时候 我写了四段话 我写他写了四段话 这四段话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其实也是写着 我们每个 真正的艺术家的个人 我觉得我当时里边 我这个原文 我现在一下 在手机里面 也要找不到 第一段就是说 我怎么认识他 我看到 我说这些画 不是个横画 也不是个临摹 它是发自内心的画 第二段我就写他 他这些 他画的东西 其实在他心目中 早就有了 只是找机会 把它呈现出来 只是找机会 呈现出来 以后我看有机会 我把这个发到网上去 这个四段话 后来我就说 他作为一个 对艺术的这样的 喜欢爱好 他只有通过艺术 才能呈现他的价值 然后最后还在什么 大概四段话 我跟他写了四段话 就我鼓励他 我说那你就画画 能够表达你 那就使劲画画 那就这样的 但是呢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 意思就是怎么讲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在 参与历史 如此在靠近历史 如此在靠近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是梳洗历史 包括我们 我们的听众 每个人都在梳洗历史 不是只是在看别人 在表演历史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我们要有信心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信心 你在这个世上 你在这个当下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 你的事业中 你有你的角色 你有你的故事 你不小心可能也就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你看他画的 这种画很能代表他 他常常忙忙中有那么一两个 很孤独的东西 这很能代表他 艺术家都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因为他是从来没画过画的 他能够画出这样的东西来 也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还是算很有才华 但是他很尊重他的本性 他才能画出 画出如此好的东西 我们这个故事讲完 我们第三部分 我们讲一些我的一些作品的进一步的 这个欣赏的问题 这里边我涉及到一些可能彩色啊 什么都有一些 这个是我画的油画 很少的这样的油画 我的油画油画的方法 我有很多种 我觉得在前面这几种 可能是偏绘画系一点 就是色彩压得比较实 然后以这个深浅的幅度来 来做这样的推荐色彩 因为其实我是在学校里 我是学工艺系的 这种原色宣色对我有强烈的影响 所以我经常处于非常矛盾之中 我又不是绘画系的 但或许这就是成为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但绘画系可能会喷啊 或是你画这个绘画系的色彩 还是画的那么触及 但这是跟一个品牌做的 他们要我画一张画 品牌代理 这逐渐就色彩比较鲜艳一点 但是色彩鲜艳 我总觉得它有个内在的 有一种还是个结构性的问题 还是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你要不再考虑 色彩的结构是怎么回事 它有规律的 这是我大概14年 在多伦多的一个展览 他们是一个画廊 是叫CFA 画廊带我到多伦多博览会 他们在展览我的色彩 全是色彩 都不太大 这个就报纸还要大一点 可能差不多不太大 这是我的色彩 所以这种色彩呢 可能绘画系不会这样画 这种宣色的中间 工艺系不会画这种深色在旁边 所以我是很想把这些绘画系 这种绘画式的思维方式 这种色彩关系 和工艺系的 和这种 这种响亮的色彩关系 我很想把它拉到一起 很想把它拉到一起 产生更厉害的 或者更有意思的 一种 一种我理解到的色彩关系 这后面这几张都是这样 这个尺寸非常小 我用那个马克比在画 非常的强烈那样的东西 我很想要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做了很多 各种各样的色彩的探索 拿出来非常少 这张画是我一个朋友的一个封面 我很喜欢他的一张照片 你看 他在亮色里面 有非常饱和的颜色 然后暗部 你看 暗部像油画一样 塑造在后面 对吧 四周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他其实他就包含了 这两种色彩体系的精华 非常好 非常有品质 这个是在加拿大画廊 一个厂家的画 他才收藏的 这个是朱德群的 这朱德群的一个作品 他早年在加拿大办个展 他们买 做钱 这是我的一个作品 他家里 他当时他要收藏 他说我们家没有大地方 因为大厂家 它全是小幅小幅的 后来有一段时间 我画些小幅的 国内人都看不懂 说你为什么画这么小幅 比如大厂家 家里面的空间非常有限 要能够挂得出来 那就要去挤 那你就可能要费 不能尺寸太大 这个是一个朋友 家里面买到我的画 厂家 挂这画 这个是一个游轮 是一个很有名的游轮 大概在18年好像下水 然后下水以后 他们买了一批中国画 这个下面就是 我的美国的画廊代理的 一个这个 Eason Cohen 他 这张 后来这张是 就是普林斯坦大学收藏 他非常喜欢 是个卷轴 普林斯坦大学 也跟我约了一张大的 现在还没交付给他们 这是在布上 做的一些作品 布上 有些树形 我总是在觉得 中国水墓 是比较平的 这种地体方面 这种空间方面 其实非常 非常不是很够 有时候西方会占出 很强的体系 我很想把西式的 他们的优势 和中式的画法 结合起来 我不断在做这样的尝试 最近在加拿大的做法 也有这方面的很多尝试 这样的话 我很想不同系统的 揉到一起去 它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这个是一个我早年画的彩色的 很鲜艳 这就很有工艺系的冲件 会画系不会这样画的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 对色彩很鲜艳的老百姓都喜欢 但是从专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会觉得 这里边是有问题的 你看这个色彩 正宁量的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好 我就马克比画的 我经常用原色来画画 如果你把原色都掌控得好 那么你对很多事情 都是能够掌控得好 这个也是比较鲜艳的 和非鲜艳的东西在操作 我会做很多色彩的排列 因为我既然讲到结构是关系 那都有一个关系 你一个人怎么成关系呢 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 或者还有个东西 或者还有个东西 他们的这种关系 你要去反复思考 他们怎么构成一个关系 好的艺术就是摆正了这样的关系 我经常说 很好的作品是有逻辑的 视觉逻辑 在视觉艺术里面 它叫视觉逻辑 如果我们的东西乱七八糟的 其实它是缺少逻辑 我们看得一头雾水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很多人不一定喜欢我这样 他们喜欢就乱就乱吧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乱书 还有很多时间往乱里面去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乱是真的乱 所以的时候 对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乱是真乱 还是假乱还是怎么个乱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旋律 就是我上次在好多年前 我在广东媒训业做展览 是王方先生帮我做这个展览 后来这个广东文联的主席 就来看我这个展览 他也获得矛盾文学奖 也画七百诗 他画的东西很像七百诗 他写作方面也很厉害 获得矛盾文学奖 这些记者就围着他问他 说主席你这个 你怎么看南老师的话 南老师的话你看懂 因为全是抽象 他怎么回答 他非常聪明 他说 南老师的话我看懂了 他看懂什么了 我看到他画面中的结构和旋律 全是音乐术语 我觉得他看得非常懂 说得非常清楚 他看到了结构和旋律 你画面中本身你有这样的张力 有内在的结构 这都是结构指标 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 带来某种情绪思想状态 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圈子里 美术圈里面是有很多说法的 究竟谁在先谁在后 谁决定谁 是不是同时出现 还是谁出现谁 我总觉得这里边 有很多思考的角度 不能一杆子打进 这是我家里画的一张彩色 这是我另外一套系统 我会用一些布来代替颜色 打灯光的情况下我来拍摄 然后我得到很多这种像油画一样 像 但是这是比较偏绘画性色彩 这样的东西 对我带来很多启发 对我带来很多启发 我有很多这方面的推导 这个是比较鲜艳的 拉到一起的 这个就是我更早期的写生 我在进大学之前 这个是在内江 我们内江地区 在陀江边上画的 因为我是张大千的老乡 我是在内江地区 我是在维远县的 我都会给你放两张 我们当地的那个 这是我的色彩 我考美院之前的色彩 感觉就是这样 在画的青春山 画的青春山 刚才那个树林 也是在青春山后面 青春山后山 那时候我们在成都 我在成都上班 到文化工去培训 去学习 一个中老师 一个董老师 我们骑着单车 一拨 那时候成都就小小的 骑个单车就够 然后我们到青春山去写生 这是80年 好像1980年到82年左右画的 这是我们四川内江 微远的一个景 我们那里非常非常好 有古有很多古的 当时有古古城墙 现在这些好像都拆掉了 这个不要说迷错是在哪个市 反正那时候就可能没那么漂亮 我可能把它画得漂亮的 但约约有一些老房子在上面 非常漂亮 这是我们那个东奔城墙 因为我们老家现在好多人在看 我可以跟他们讲一下 好像东门那个城墙 那个出来 那个人从这里 从河边 这里前面一点就是 这里边就是城墙 就是一个门洞 特别好 我们早上就起来 跑到河边去 跑步 锻炼身体 这我翻到一张色彩 好 这张来是我大三的时候画的一个色彩关系 我就能够得到一些这种色彩关系后 就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些本身这种色彩关系 就有很大的价值 所以才导致我后来的这种大色彩 大水墨 这些抽象的做法 我甚至记得我在小学的那些课本上 我画一个宽铅笔画的小小的 这指甲盖这么大一点 用宽铅笔来画 画一个小的那种 很柔的很紧的 就是把它包容处理的办法 我都有这样的东西 可能就明明从小就有这样的思维 可能就是去寻求某种 结构的碰撞 某种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东西 这张画是 亚昌 我们今天亚昌 亚昌网的艺术头条 在直播我们这个 亚昌万种 当时他们有一个系列 想收藏一批中国的那样 这张也是他们说的第一张大画 这张很大 这张有四米乘六米 四米多高 有六米多宽 这张画 这个是我大概是 03年在广东美术馆做个展的时候 第一批里面的一张画 这张很小 其实很小 这种大面积的处理 你看这实际有点像Landscape一样 这里像个亭子 这样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也不忌讳 就是不小心就画成了一个风景 我觉得没问题 风景就风景吧 山水就山水吧 没问题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没有说非要有的时间我说会就很忌讳 我又画成猫猫狗狗了我就不喜欢很不喜欢 那现在心态不是比较开阔一点 这个好像是德国一个德国人买一种 这张是一个 对北京的一个大律师收藏的话 这张我也蛮喜欢的 我这次是不是以前是 在上次幻灯里我是不是记得 是不是有放过 这个是一个他家里面有六米高的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地方 这个画曾经有五米多高 他就想买张大画 他下面是放了一把钢琴 他是个也是大厂家 他其实有很多什么 什么 这些老先生的话 还有古代的话都有很多的 唐伯复的话都有 但是都不太大嘛 小小的 但是他能够接受 然后他的院子里放了一个雕塑 水建国的一个雕塑 镀的那个好像金属的 然后这里面就放了一张我的画 大厅里放了一张我的大画 这张是台湾一个长家收藏 这张在杭州 人家在杭州 这张在杭州上海曝光还挺多 这张杭州一个机构收藏 这是广东的一个 广东的一个房地产在他们手上 这张画我觉得很好 就是这个弹幕跟白色接的特别好 好像怎么过来了 就是这种感觉 他会一个回头的结构方式 这张是杭州的一个 山上 山上收藏了这张 这张可能有三米高左右 这张是在香港的 这个标题叫热血09年 在香港 就是金太 异常画廊 就是开幕 这张还有另外一张 就被这个 这个人收藏了 所以有的时候 画面中这种闪点 这种自然的闪点 是自然不过 它不是造作的 它不是造作的 它是生命的 就是发自你内心的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画家 艺术家 我很主张 像我们做表现的 就是这个 这种主动性非常重要 你是发自内心去表现 你不是在这里装的 或者这里做 我还要考虑这样 考虑那样的事 都是你的财情 你的认识 你的这种爆发力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结构能力 等等 这张也是 也不太大 报纸这么大一点 它涵盖的东西 很有一种 一种一种 一种关系 这些作品都不太大 我放点就跟大家欣赏一下 有一次 夏克军也在说 哎呦 老师你那个 看见你的小画了 你小画很棒 很漂亮 你不只是画大画 我如果拿出来都是大画 小画都是给私人 悄悄拿走的 然后都是 长家他们直接来跟我约 然后这样子 把一些小画给他们 这张好像在意大利展览过 到底第几次什么 综艺双年载 这张我也是很喜欢的 我们 就是你 你拿到某种修为以后 你的看法跟别人看法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这张好 别人感觉不到这张好 但是给你类似的这种 什么美这样的 他们给你 能产生什么共 当然有些人比较相信我 说老师你给我选一张就可以 你说哪张好就哪张好 然后就这样 我就说 那我就给他推荐 我这张是很好的 你相信我 因为他的那个 什么美 如果打不到 他可能只是那个 他不太会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都在做这样很 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后 是在做精进 最近我刚从中国回来 我去了半个月 开会 回来 我在成都 就去参观了这个叫做广汇美术馆 非常好的一个美术馆 这个广汇是全球500强 他500强 他们的老板对中国的艺术 蛮有热情的 蛮有情怀 收藏了很多这些 不过从张大千到齐白石 到所有的这些 他大概罗列了50多个名单吧 大部分 当然也有些现当代的一些新人 进去的 都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我提到是那个成都市政府 波德蒂 可能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花钱 波德蒂跟他们 专门跟他们 专门做美术馆 他们请了美国的设计师 跟他们 非常好 我劝我们这有很多 有机会到成都到那里看一看 他基本上把传统这块 所有该收集老师都弄进去了 传统笔墨里面的这些 这些很多东西 他们 但是我经常在发问 我说有没有 在传统笔墨之外的一些东西 他们可能还 他们还要慢慢来扩张这个事情 我不太知道 他们的事物是怎么走 就是我看到这个举动 我就感觉到有个新的现象 怎么现象呢 就是说现在整个 我们当代艺术 我们的传统这么多年发展 现在有个沉淀期 现在大家都想要好的 要精辟 要最好的 要最有 最有感觉的东西 要最好的 包括现在厂家也是很挑剔了 不是什么话就买 他还要找最好的老师 找最好的作品 包括我们这些拍卖也是 就是那个顶级的 就很贵很贵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有个沉淀期 我觉得很好 沉淀一下 否则的话 我觉得这个鱼龙混杂 翻得很厉害 再加上所谓的各种各样的 什么思想都在往上冒 这些冒呢 也是有些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很多东西是 不知道能够 我们能不能够留得下来 所以这有一个 有一个大家思考的问题 这个角色 我们对传统 对创新 怎么把握 特别那种 我觉得不考虑结构 只考虑所谓 从观念的那种 我觉得没法看的那种话 我觉得可能是 可能是我的个人观点 我不知道能不能留得下来 你毕竟是看的一书 所以我觉得还是视觉 这个是在纽约的 我画了一批这种长的 七米多这样的 这其中是一张 有些画面很 这个画面很 这个怎么讲 人数很多 混杂 他们是像海体 海体在打仗一样 这个画我要来介绍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画了这么一个形状 后来我跑到我老家那边去 我们那里有个叫梁木山 梁木山 就有这样的形状 那个山就是这样 这样馒头猫包的 我发觉我前一幕画 我的很多画面 是受我们老家 我从小在那里长大 17岁 我看 我下了像 大概18岁 19岁离开 离开我们那里 所以就是在这个之前 我都是在那里 那里的地理环境 我们那里是穷农地貌 穷农地貌 说是全球 百分之多少的 那种地貌都是放在那里 他那里出天然气 出煤 煤 出钢铁什么都出 原来是很比较偏的地方 但现在就我把它叫做穷农堡地 就全是宝 全是好东西 我们那里的物产很丰富的 人也非常非常的很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画我觉得有这样 我们那个好像有这种感觉 我找到了 我这是哪里画出这种尖尖上来的 对这就是我在我的画室 那张作品刚画好的时候 他们来是我们第一个 我在东北沈阳 那第一个学校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校友 他们一批人来我这儿看一下 所以他们是被我这样的大画 给弄下蒙住了 所以我就觉得 有这种尺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是我们这个也是努比尔茨 努比尔茨是德国号称四大大师 他看到我这个作品 天上的作品有他素然起敬 把两脚都冰拢 然后在那儿好像默哀一样 非常有意思 这张画还是这个 这张画是那个汇丰 汇丰埋着 对他叫岁月 岁月 这张是在多伦多的 上次那张好像只有半截 这张要高一点 它有十米高 就我们再来做一个 问和答的这么一个环节 蓝老师 可不可以顺便问您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观众的提问 他是说您讨论到 画作的结构跟概念 那么比方您再放您的 精彩的画作的照片 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对于一个初阶的欣赏者 如何来欣赏您画中的结构呢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比方说像这幅画 或者是上一幅画 对这幅画 这幅画叫身体书写 这是当时他们杂志来我画室 在一幅画面面前摆了个pulse 摆了个动作 就是说我不只是手在书写了 是整个身体都进去了 就像皮罗克 皮罗克当年 他也是基本上是进去了 我的指度啊 方方面面 用笔啊 结构性啊 我们都不一样 我是按照中国的书写方式 按照我理解的结构 关于结构的好胆 或者是结构的优乐 我觉得一个最 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判定是你对他的感受 你感觉他很美 你觉得这个很舒服 但这个可能要去跟别人比较的 你把这两个话也比较 这个舒服 这个好 这个我喜欢 这个颜色鲜艳 这个颜色 这个关系很好 我接受 就接不接受 就跟我觉得跟人看人 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一些人 一看上就面线很 有善 很面善 然后很这个很好 很接受 一个男生接受一个女生 或者一个女生 接受一个男生 他是尊重内心的 这个人的五官也好 他的圆谈举止也好 他有一种结构 当中我明说法 就有一种结构 呈现给你了 你接受到了 按照我的要求 就是说 他是有逻辑的 是有章法的 给到你了 你觉得我能够接受 而不是乱七八糟的 我感觉这个人 我接受不了 他说这个话 这个方式 我都接受不了 因为他的结构 跟你的结构 可能不害怕 我觉得就宽一点 音乐有音乐的结构 这个诗歌有诗歌的结构 文章有文章的结构 我们说话 有说话的结构 当我们说话 有些人说话 说得非常好 他的结构非常清晰 非常到位 非常符合你的心跳 你得到了美的享受 美的感觉 你接受他的 所以画面也是这样 有时候我初学者 我怎么判断他有没有结构 你就判断 所以我就很经常 让我的 我跟我的学生上课 我上审美课 我就摆三个五个 我说你们看谁 哪个漂亮 哪个漂亮 这个漂亮 那个漂亮 为什么 为什么不知道 我说你是做艺术专 艺术的 学艺术的 你要懂得 为什么他漂亮 为什么这个是你接受的 那个不接受的 所以这就是 另外一个课题 叫选择 我们很多人不会选择 其实现在很多 世界上很多创造都有了 我们选择 我们现在有很多 产品设计的很好 王老师设计了 李老师也设计了 张老师也设计了 我们选择谁的 这才是大学问 所以当创业总监 或者这个老师 或者大师 看到这个事情以后 他说用张老师的 他估计他的秀位比我们高 他的认知比我们强 一样的呀 包括大建筑师出厂 这个方案被通过 这个方案被通过了 他的被接受住了 我们什么原因啊 你说是关系吗 不一定的 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有关系 更多时候是 他的东西 他的结构性 呈现得非常好 很清晰 很好 很公用 我不知道这样回答 行不行 就是说你的直觉感受 这是第一老师 然后再提高 自身的修养 为什么 王老师 蓝老师看的东西美 我为什么感觉都不美呢 或者 在这两个之间 另外一个人的审美 比我好 他认为这个美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 那个美呢 那就要去问了 就要去 就要去发问 就要去找这样的人 你去讲你的道理 他讲他的道理 我们让我们学生 就要这样来做 然后你说你的 你为什么选这个 除了个性以外 也有很本质的东西 我们看见一个 漂亮的女生出来了 我们都觉得她漂亮 没有什么不漂亮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漂亮 我们大家都有共识啊 对吧 眼睛 迷茫 长得非常的清秀 我们觉得她非常漂亮 这是发生你类型的 不用教的 我回答到这里 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没问题 也许下面还有图画了 对 对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口吻 这是感人的那块的 那个状态 那段时间就是 刚刚疫情结束的时候 很压抑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表情 这个动作来跟这个话 呼应 这墨章是我在19年在金字美术馆做的一个展览 他们做的一个海报 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说的一个皮老师和刘国松老师 刘国松是从台湾到大陆的 带吧 这个是西克先生在香港 这个是一个拉叶的一个东西 这是我的画室 当这种大漠大冬的那个时候 我们有个老桌子 然后放几个花 这个花不是真花 是假花来的 但它这种氛围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需要另外的东西进来 到这个里面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环境 怎么来产生的这种互动 第一个问题就是蓝老师 您是从理工科转到艺术这条路 那么是什么原因 又是什么样一个动力呢 我到考到理工科以后 我就按照这个思路 去当一个工程师 但是不到半年 卢美七八级进校展 有个中皇班的 有个学生叫吕勋 后来我们是他好朋友 有大概五六个 这么大的小书签 就几个色彩 他用了很多那种 西方构成主义的那种思路去做的 我看到后非常激动 哎呀我就受不了 我说这个这怎么得了 还有这么美的东西 我还在学理工科 我觉得我很奇怪 然后我就 这是我理工科的时候 我找到一张照片 还在看人民文学 这是我在沈阳读书的时候 的一张照片 但那时候很年轻 就二十岁左右 我后来成了卢美 他们这个班的一个编外 他们做作业 我也跟着做 但我的思想很发散 我就特别感动 他们也觉得蛮可惜的 然后他们说那这样 后来我就从沈阳的学校毕业 工科学校毕业以后 分会成都在成都上班 上班以后 我就梦梦以秋 想上美元 我就重新去 有些人知道 在成都王亥 王亥美术班 我们大概就 二三四平方里边 坐二三十个人 你们都不知道 别当着我 别当着我 画石膏 就这样 非常拥挤 叫指挥阶级号 实在我们都骑着单车 就在人民南路 那个巷子进去 八三级考上三个人 我是其中之一 我三个职员 都是田内的 装潢美式设计 因为我喜欢 纯美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装潢一下 就会美 就会有价值 我老问这个问题 好 这里我为什么 把这四张照片 发出来 你们看这里有个字 一年级 这是一年级照片 怀揣梦想 怀揣梦想 很单纯 进去 二年级头发 弄得很长了 第三年级 想看弃这个世界 第四年级 感觉已历经沧桑 我可能只是个代表 我觉得很多人 可能都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种心怒历程 Fresh 这个一年级就是很新鲜 不得了 就然后从美院出来 好在当然后来 重庆大学 点名要我去了 他们觉得 我那个知识结构 这种有功课背景 后来我去重庆大学 采取了后来这些故事 这是我在美院画的素描 我直接找到一张 是个数学短期作业 可能两个小时 可能一两个小时 这样的短期作业 画的人体 那时候我们 我们就觉得画画 就是最好的事 画人 写实的东西 但是最后 我在毕业论文的时候 我的这个事情 提出了发问 当时我们教研室 对我这边论文 一半支持 因为我否定了 很多他们的教学思想 我们那个教研室 已经算不错的 一开始就让我们做 很多结构方面的考量 因为我们学设计 你要安排才可以的 你不只是画像什么 就很强的绘画性 那个被拉到那里去 而我们那种 这种结构意识 是不够的 我在我的论文里 谈到这个问题 我希望要改 后来我们教研室 两批教授 打我的分的时候 非常矛盾 最后还是给了 我最高分 对谈到一个教学 后来我到重庆大学 我就整个就改了 很多一些想法 重水墨跟体量水墨 是不是同一个概念的 那么尺度对您来说的 意义是什么 从理念上讲 重水墨是后来提的 体量水墨 是我们刚刚出道的时候 初期的时候提的 2002年 2003年 我和刘耀纯老师 我们要在中国美术院 做展览 就提出来一个 体量水墨的概念 借助了建筑的这个思路 就是说非常有分量的 非常有张力的 它体量不是一个平面的 一个大的问题 它是一个厚度 有空间 三维才叫有体量 我们试图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后来有些人是 比较不喜欢用这个词 有人跟我谈 当然后来各种提法 后来我又逐渐用到 什么是重金属 我说重水墨也是很好的 也有点像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 其实是类似的 没有必要去追究它 什么不一样 都是我这块 可能别人不提 是我提出来的 一个我对画面 对结构的要求 我觉得我们要 strong一点 我们东方的东西 很稳弱 我们要strong一点 所以就要这个东西 试图 那么在画的时候 我在改造我的工具 然后就越画越大 越画越大 自然就推到了 这个大的概念上去 大的概念 因为我在掌控 大方面 我带了结构性进去以后 我掌控大画面 不是很难 我有的时候 我上去画以后 我觉得不是很 我很易贼 但有的时候 我情绪状态不对的时候 我上去也非常困难 我落荒而逃 我经常和画面 继续抗衡的 我经常 我会准备很多 准备很多东西 会 这个尺度 如果是个小尺度 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这是最近我在加拿大画的 但这种大尺度 我们又不能说大而空 我们怎么让它饱满 让它有结构的支撑 有内在的一种东西 我把它叫骨梗的东西 我有一次跟他们分析 我说你们去看那个 看那个 丰田的车 那个它那个车头 有一个像鼻子的东西 拱起一点点 然后那个标志就放在鼻头 它那个结构下面是有骨头的 不管是硬骨还是软骨 它是有一种肌肉 绣肌肉 然后绣它的鼻子挺起来 绣它的东西 它里边是有骨梗的东西 然后我说回来骨梗的为什么重要 你说王羲之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好 按我的角度看 它就结构好 而有骨梗 它有内在的东西 但是骨梗怎么得到的 是它的才华 还是它的内练 还是它的修炼 还是等等 我觉得都需要 都需要 都需要我们去维和这个事情 伟大的画家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画家 使他们把控这种内在结构的能力 跟我们不一样 这种词度 所以有人跟我说 蓝老师 其实你的画面是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所以我下一步可能会做一些 可能会有更突破的 我希望是能够加得住的 又有丰富的内容 又有完整的协调 等会我有一个关于美的一个话 我大概在20多岁写的 等会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美 这种词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词度 已经超越我们自身了 所以这是我找到的一个角度吧 您认为您的艺术的特色是什么 关于艺术特色 我这里有一句话 你看这是我1986年5月份 我在四川美院当学生的时候 我大二嘛大三的时候写的 艺术应该是 应该是协调的奇迹 带给人的应该是希望之光 那么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本质 它是协调的 是奇迹 它不是做出来的 当然这部分讲的可能 如果不是做出来 就是我们表现性这块 它是协调的 又是奇迹 还带给你希望之光 有那么一点触动你信念的东西 我觉得 这幅作品里面 你看这里有一点点 非常小的字 但是又是 非常颜色 又非常相对饱和的东西 这就是抽象也好 或者过种美感也好 过种审美 过种设计也好 最核心 最精髓的东西 包括好的建筑 我觉得它也是要这个 也是要这个东西 也是要这个东西 要破一下 要拉一下 要开高 要退进去 都在找这样的东西 第二句话就这句话 你看这句话 我找到一个杂志 等我的文章 这里有个小标题 把破的力量和行笔的精神 融合到了一起 如果哪一天 我的艺术被历史所铭记的话 可能就是在这上面 但在中间 这小字应该是放在前面的 如果哪一天 我的艺术 如果还这是个假设 被历史所铭记的话 那么把破的力量 和行笔的精神 因为行笔我们写书法 我们的性格 精神 修为就出来了 而只是破 是不存在这个东西的 破 我们把它后来定义为 不是定义吧 它有个功用叫 是挤墨的方式 是给墨的方式 我们需要这个给墨的方式 产生更大的面书写 我提出了面书写的概念 所以在美术圈里边 我很多 很多这种原发的这种提法 其实我们中国的美术圈 理论圈 很少有人关注这块 刘晓晨老师 对我这块很看重 但可惜他已经走了 所以我们会去找 大水墨大东西 有些很本质的东西 有很多结构性的 基本的东西 其实我都在论述 我都在找这样的可编性 我不知道讲清楚没有 就是这就要 随意叫剖笔 看见没有 这上面两个字 剖笔 剖而写 成为面书写 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有 我自己觉得 我比较有贡献的地方 可能以后如果说 他们谈到 甚至于他们说 你怎么会是张大千2.0呢 就用这个剖笔 大千先生是没有这样做的 他那时候也没这个结构意识 他是画形象出身 就这么简单 我做了剖笔 我把面画做得更彻底 我是往全推 我做的笔是有三米多 当时刘晓晓老师说 你把人拿的动的笔 拿不动 做到拿不动为止 我做到三米多 我腰都坏了 大概04年到05年 我在黄山 我在黄山 在晋线 我在画室 我使劲弄 然后我的腰 我都趴下 最后我爬不起来了 后来去找人弄 他说你这个腰局 腰坏了 老损 那蓝老师 我想做个补充 为什么这个剖笔 这么重要 也就是在西方的 这个抽象表现主义 比方就是Pollock的 这个泼洒 这种泼洒是一种机械性的 一个没有什么文化 像这么深的内涵在里面的 那么蓝老师 为什么这个剖笔 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这件事情 蓝老师说 如果有一天 他在历史上留名 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 因为在抽象表现主义里面 他加诸了文化的意涵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 中国的水墨 中国的水墨 我讲我个人好 为什么我认为蓝老师的艺术 有这么大的感动呢 因为我们在看 不管是中国的书法也好 中国的绘画也好 水墨是非常非常 极其重要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在蓝老师的这个大幅书写里面 我们找到了水墨 唤醒我们记忆的基本元素 所以当水墨的基本元素 跟这个抽象表现主义 融合的时候呢 它产生一种巨大的一个能量 蓝老师我这样解读 是不是您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可以补充两句 就是说泼墨 中国传统就泼 为什么要写 写就是体现你的书法性 体现你的修为 我的修为是我的带着 二十年的结构过来的 所以我不知道在哪里去写 在哪里下笔 在哪里画长一点 在哪里画短一点 可能已经在我骨子 他们说你是不是有草稿 no no more 没有草稿 我画了二十多年 这草稿全在心中 所以我是带着结构性 这条思路来书写的 而我又是面书写 你这能量多大 又是带着结构性 如果结构性成立 你有修为 那你的画面就有张力 所以很多国际大品牌 到中国来找我出厂 很多圈里的人就问 蓝老师你找谁吃饭了 你找了什么公安公司 我说不用 他们看我的话就知道 他们觉得我的视觉修为 我的这方面可能 可能比一般的人要好一些 要做的事情多一些 要成熟一些 所以他们是直接找我的 蓝老师 那么在您未来的艺术发展之中 您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您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我们也没什么梦想 我现在 你说我还要再去 有人也跟我说 蓝老师很有条件 你应该做video 应该做装置 应该做什么 新媒财 新媒体 我说这些都是现在小青年在做 我说我们把这些 这些位置让给他们 我们把我们这块生根做好就可以 像我们生长在50年代60年的这批人 能够把架上做好就很不错 并且我们有先天的优势 现在小孩要做我们 比如他说叫他去修炼20年的平面 结构再来画 他没机会了 他要做video 我觉得这是对的 这是他们做 而我有这样的 积淀 我就把这个做好 所以我还是想在画面本身上面 做一些很精彩的 你看这张画我就很喜欢 它是含量够了 前景背景中间含量够 对比动态 很多指标的 有些人可能还一直不知道这张画好 那我们就慢慢提供我们的修为 有些人很厉害的 直接来拿着我的很疼的话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话 他给我拿着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最后 包括我现在 就上次我放了一张 大概19年美国的一个大学收藏的 他非常喜欢 他就觉得到位了 这东西到位了 我就改出去 我就改那个 所以我说我们最后 能留得下来的话 一定是画面有内涵 有修为的东西 而不是演一下 怎么怎么 我们留了下来 我们放50年 100年或者300年以后 看还是 这么好 我很希望是这样 所以你说我未来想干什么 就能够多画几张这样的东西 不单是大画 还有小画 大画小画 其实我都有一些 我希望是有修为 能够经得住历练的 你不是说是我们中国人 我拿到法国去 我上次我有个展览 我们在上海 李明珠公布做展览 有张就是那张 开门那张 一个法国的 这是他做铸地的 法国人 平时教我都不得了 我们做展览以后 所有展览 他整个展览 可能有三四十张作品 是有group展 都没看上 就看上那张 然后见人都说 好得不得了 了不得都不了 见人都 他疯了 他都 那法国人很感性的 就不得了 看到我就拉着我的手 很喜欢那张 就说艺术真正达到了 某种境界 达到某种 跟人是相通的呀 就是他心里的心头肉啊 所以我们是好的艺术家 要做这个事情 特别我们搞抽象 搞表象这块的 我们是不是做到了 有好作品 有真正的能够 让人感动的作品 有价值的作品 当然说很多人看不懂 慢慢等他们懂吧 你不要着急 他们会有人懂 历史会沉淀的 我是很想要这样的事情 那么你认为 一流的艺术家的标准是什么 一流艺术家 我实际上跟刚才有点像 我当时写了一个 我说有个好的艺术家 他有更宽泛 和更久远的影响力 这啥意思呢 宽泛就是说 你不要在中国牛 你还拿到世界上去牛 拿到欧洲也牛 拿到非洲也牛 都觉得好好好 这个好 你要把这个弄清楚了 更宽泛的 有更多人彩性 不要只是你那小圈子 那几个人彩性 你们那几个人说好得不得了 大部分老百姓 都不觉得不行 觉得遭受 我觉得要有更宽泛的 就好像 等会儿我会举那个 梁凯那张画 我们搞美术的 大部分都喜欢 大部分都喜欢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就好像刚才我放那个音乐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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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斯塔科夫围棋的一个 第二交响曲 很多人都喜欢 都很喜欢 就是天才才做得出来 才写得出来 我们感受的是 第一感受是他的结构和旋律 和他的都美 然后看到都 听着都想哭 听着都只想跟这个美女道歉 就这样的 这种内心的那种触动 让你 非常的 非常好 所以 那么我就觉得 以宽泛和久远的影响力 什么叫久远影响力 不是我们现在 这十年 二十年 你牛轰轰的 五十年以后 你还牛得起来 台湾好得好好好 就好像 这画《蒙娜丽莎》那个 到现在我们还觉得 好啊 真的好 真的才好 这次真正有久远 有宽泛的影响力 我不知道说对了没有 这是我认识认为的 好的艺术 好的艺术 这是我这一年之内 我做了四个个展 《蒙娜丽莎》的画家 《华人画家》 好多画家 没有这样做的 一方面我是抓紧 另一方面 比如说 你来那么多机会 怎么那么多人 给你做 我说 喜欢人我的人 面还是比较广的 还是很多人都有共鸣 说蓝老师 很好 我们现在疫情 我们来一起做个事情 然后我说 好好好 我们一定要做事情 就给到我很多机会 说明很多人 对我这块是肯定的 是肯定的 为什么是肯定在动 他们看到了 我画面中的东西 和美 或者是好的结构 传达到他那里去 他们是东西不好 而我的拍卖 我的什么东西 都是很低的 很一般般的 很多人来做得很好 就这样 很正常的 在做在路上 所以我就觉得 我是在路上 就真正把东西做好的 你不要说 这个时代不给你机会 你画好了没有 这是我的导师 刘晓晓说的 说你不要 有的时候 我跟他在一起 我老抱怨 我说我画这么好 别人为什么不请我做展览 为什么不这样 他说 你现在你画好了 你要别低 认识不到 你要等别低 第二 你要画得充分的好 哪天叫你上去以后 你拿的是东西来 你要叫你唱歌 你说 我不会唱 我就唱这一首歌 你唱十首 唱一百首给他们 什么首好听 哇 蓝老师好厉害 好厉害 艺术家做这样的事情 艺术家做作品 这张好 那张也好 这张也更好 哇 太厉害了 你感动了一大坡人 那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家 才是真正的好 才是有潜力的艺术家 所以我觉得 长家他们不知道 是怎么在想的 我觉得长家 应该找这样的长家 我有个人要投资我 他说蓝老师 我要投资你 我要给你钱 我现在不是给我 不是给我 你是画给我 你画给我孩子的 他说我是 我很多钱 我来少部分钱 就可以帮承到你 我投资是投资你未来的 你现在怎么样 我根本不管 我不看 我也不去想去问别人 也不想去听 我很多钱 我要一部分是变成了 你的画来给我孩子 哇 我说你太厉害了 他看得透时代的这种 这种东西 太厉害了 我经常我走的时候 从中国走的时候 有个机构来买我的画 买一批要很多 我说我没这么多 我给了他一点 我说我不能保证 我出去以后 我会怎么样 他说你出去以后 一张不画 我们都心里很清楚 你的位置在哪里 我说你过奖了 我说我还是在路上 我说我还在继续做我的事情 他们是机构 看了半天就想要我的画 然后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那张 英国的一张开门 这张 四米多高 当时后来他们讲 当时这张画卖给英国了 英国一个很不错 但是是哪个画 哪个厂家 我不知道 我可能要画廊没告诉我 说这个很重要的厂家 然后他就放在门口 然后所有人进来都先照相了 不得了 惊动了 半个伦敦 然后特别好 那种感觉很好 就开门 然后就是一个四米多高 你看这横起来可能有 两近两米大 因为英国没有这么大的画 这样这种大书系的 大概是在 就是一二年左右 一一年左右 去了英国 然后这样我找到一张 我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的时候 印了一个扑斯特卡 印了一个卡片 这是一个那幅画 一个局部 这张画是 有一个很大的厂家 然后拿走 它是Guggenheim系统的 它说最后的归宿 是给Guggenheim 我本来不想给它 我也很喜欢 它说我们是给Guggenheim的 我们不会拿到外面去 任何的那个 后来我同意了 但那时候我要缺钱 要在北京建华市 他给了一笔钱给我 我在北京建华市 这样才留下了在北京 蓝老师 您如何看待 immersive沉浸式的展览 您会不会考虑 这种展览的形式 甚至于和音乐一起结合 成为一种更大 尺度的多媒体展出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来回答 我给大家看一个 沉浸式我网上查到的 沉浸式的这种效果 你看 有动态的 有从天到地都是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 这种越做越大 慢慢就做成 人道掉到里面去的 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有看法的 我觉得其实要把握 一定的度 如果我们太掉进去 太参与 或者太余落到这里面去以后 这个界限不清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们的艺术也好 其实是被削弱的 相互削弱 相互被抵冲掉了 因为按照我觉得 我理解的艺术 其实是第三者 实际 这是比较传统的看法 画挂在前面 我在这里 音乐会也是这样 我们在下面听 音乐家在那里奏 对吧 演奏 你这个观众上去 砰砰砰砰砰砰砰 一直乱敲 然后拿着号 一直乱吹 我觉得这个是 我总觉得 这个是一死之心 这个新潮 就是这种 这种体验有多少价值 或者什么样 我觉得还是要靠时间去记点 我总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尺度有一定的 尺度有一定的控制 我觉得这样更好 更有力量和东西 否则我们好像 好像这个叫吃东西一样 我们去吃这个自作餐 随便吃 随便吃 你反而吃的很烦啊 知道吧 哎呀 这个好像多则伤嘛 瘦猛 瘦猛 太多了 太easy了 你得到的不会珍惜了 是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 这里边有个度的问题 包括什么爱情 这也是这样的问题 有个度的问题 就觉得很舒服 如果这个度不掌握好 反而是个累赘 对吧 反而是个累赘 所以我对这个的看法 我们会去做这种成亲式的 但是如果成亲式做了以后 我觉得如果通过摄影 选局部 选局部 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个局部可以 不能全出来 如果全出来 so much 太多了 我不知道看什么 我也分不出一二三 我也不知道什么重要 我希望 我的真实是这样 我希望是 可能有个度 澄清是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潮流 或者只是一个 一种玩的一种方式 他有的时候超到 归到娱乐 儿童游乐场的感觉里面去了 我觉得 我不好评价他好好歹 我只是觉得 他跟真正的很好的艺术 是 其实是有些 是难表达很 比较深度的东西 这种成亲式的东西 我觉得 但偶尔可能也有 旋律 澄清在里面 当然也有这种 但是视觉上面来讲 我觉得 你分不清楚了 你不能选择 你不能聚焦 我觉得这个 按照我的这种审美思想 我觉得 不是最好的方式 你就是您觉得说 这个欣赏者跟艺术的课题 还是要有一点距离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有点距离 参与 这是个潮流 对吧 潮流 是个参与 这是个潮流 但是参与 我觉得是个度 和一种方式选择 参与很多种 我们越来越 从平面到立体 到融入 这是个过程 但是到一定边界以后 估计 那个跟我们原来那种 说手的那种 无内性的 这样的那种艺术 可能是差得有点远了 就掉入了游戏和娱乐和健身 或者什么 里边去了 你就分不清楚 你的这个原来这种功能 就转换到另外一个功能去了 就好像现在很多跳舞的 跳跳跳跳都在地上画画了 然后他们那种修为又不够 然后那个东西可想而知 所以视觉上面 他又想去找视觉的结果 我也都说我是不care他们的 所有跳舞画画的 我觉得他们是有限的 他们只能算是一个方式 但是绝对不会说 他有很好的结构修为的 我觉得是有限的 您认为呢 音乐与抽象艺术的关联是什么 那么音乐对您的艺术 创作的意义又是什么 音乐跟抽象太大的关系 音乐靠近抽象 非常靠近抽象 也是个背书一样的东西 在视觉里面它就是抽象 变成音乐 它就变成旋律和节奏了 所以我对音乐是很痴迷的 很喜欢的 经常也是听着音乐感动的流泪 然后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植入你心底的 并且你遇到很大 很好的音乐家 很好的音乐家 大师的时候 我发觉我们很多搞视觉的 跟这些音乐大师完全不能比 完全不在一个能量级别上 是吧 很难有视觉大师能够玩得过音乐的 音乐它的情绪调动很厉害 教士大科威奇 俄国非常有才华的 他在所有的那些 他还写了很多什么列宁格 很多魏国战争 很多东西很矛盾 政府又喜欢他 又不喜欢他 是对他的影响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 《迪尔远无趣》 你听到这样的音乐 你会说不出来的 真的涌上心头 然后你就 很 我根本就没法表达 只是被感动的一塌糊涂 可能他们写音乐评论的 我们再找找他们的写音评论 为什么感人 每个地方都必须好 我们再找他们的写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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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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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